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16章 表空间的管理 表空间是使用Oracle数据库必须具备的知识 在Oracle当中创建数据库的同时就需要指定数据库建立的表空间 那么在本章当中你将学习下几部分内容 与表空间有关的一些概念 然后是表空间的管理 临时表空间的管理 以及数据文件的管理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与表空间有关的一些概念 那么在Oracle当中表空间和数据文件的概念经常是成对出现的 每一个数据文件只对应一个表空间 一个表空间可以存放多个数据文件 在创建表空间的同时必须创建数据文件 同理如果要创建数据文件 那么就要为它指定表空间来存放 那么一个Oracle数据库当中是由一个或多个表空间组成的 在表空间当中可以存储数据文件 这些数据文件也不是任意格式的 也要按照Oracle运行的操作系统的物理结构 数据文件中存放的就是要存放在数据库当中的数据 在表空间当中的逻辑存储单元是段 比如说我们为表创建一个所以 那么就会在这个段当中又创建一个区 这个区也管它叫做区段 或者管它叫做数据扩展 每一个区段只能存在一个数据文件当中 区段再进行划分一下 那么就是区块 但是一个文件在持盘上存储一般都是不连续的 所以在表空间当中的段 要由不同数据文件中的区段组成 那么这个块是Oracle数据库当中最小的空间分配单元 Oracle中常见的块有2K、4K、8K和16K的 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在我们Oracle数据库当中的默认的表空间 那么如果想在Oracle11G当中查看一下 究竟有哪些默认表空间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直接在企业管理器里面查看 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我们数据支点里面来查看 不论有哪种方式来查看吧 那一共呢就有这6个默认的表空间 那么他们分别是Example这个表空间 是在安装Oracle11G数据库使用视力数据库用的 下面的一个呢是作为Example的辅助表空间的 System表空间 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表空间 主要呢是用来存储SYS这个用户的表 试图存储过程这样的数据对象的 还有呢Temp表空间 是用来存储呢Circle语句处理的表 和锁眼的信息的 这就UndoTBS这个表空间 是存储撤销信息来用的 还有这个Users这个表空间 是用来存储数据库用户创建的数据库对象来用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向下来看 表空间的管理 那么提到表空间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何来创建一个表空间 那么创建表空间的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企业管理器来创建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主要给大家讲一讲 如何使用语句来创建表空间 因为使用企业管理器创建表空间呢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只需要呢它的操作步骤 一步一步操作填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创建表空间的语句是什么 create table space 那么后面呢加上的是创建的表空间的名称 那么在下一行呢 date file指的是指定在表空间当中存放数据文件的文件名 这里面呢还需要指出文件存放的一个路径 就是文件存在什么位置了 你也得告示这个表空间 这就是呢size size呢是指定数据文件的大小的 gel呢就是out to extend的 那么是指定我们数据文件的扩展方式 如果是on代表的是自动扩展 如果是off代表的是非自动扩展 另外呢如果要把数据文件指定为自动扩展 那么我们可以在next后面指定具体的大小 那么还有下面的这个maxsize 就指定我们数据文件为自动扩展方式使得一个最大值 就是说最大可以扩展到多大 下面呢 是来设定我们表空间 是临时表空间还是默认的表空间 这两种形式 前面呢是永久的表空间 后面是临时的表空间 在下面呢在下面的这个参数 我们说它指的是什么呢 表空间的管理方式 dictionary 它指的是字典的管理方式 local表示的是本地 那么在创建默认表空间的时候呢 默认的管理方式应该说是本地管理方式的 这里面需要说明的是使用本地表空间管理的方式可以减少数据字典表的中用现象 并且呢也不需要对空间进行一个回收 因此oracle呢非常推荐使用本地表空间的管理方式来创建我们这个表空间的 接着呢往下看 知道了如何来创建一个表空间 那么如何来重命名一个表空间呢 那么重命名表空间的语法呢 是outer table space 旧的名字 然后rename to 然后你要给它付的新名字 这样的一个语句就可以了 我们就试一下吧 我们写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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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er alter table space 旧的名字 原来的名字就是 人最内幕 to 新名字 用内幕 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个呢就是重命名表空间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表空间你都可以重命名的 那比如说这个Cititum这个表空间 你就不能够对它重命名 除此之外呢就是 当我们表空间处于离线状态下 也是不能命名的 那第三个 设置表空间的读写状态 那么设置表空间的读写状态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也是使用outer table space这个语法来完成的 我们写一下outer table space outer table space 然后是表空间的名字写上 read是read only呢 还是read write 如果是只读的呢 就可以写上read only 如果是读写状态的话 你就可以写上read write 如果是只写的 你可以只写上write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要把它改成一个读写状态的 read write read write 或者只读状态呢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那么再把我们表空间更改成只读状态的时候呢 要把表空间设置成连击状态 那么第四个设置表空间的可用状态 设置可用状态呢 我们依然使用的是outer table space 也就是如何把它变成连击状态呀 我们上面也就说了 怎么办呢 outer table space 这表空间的名字 online 代表是把这个表空间设置成可用状态 offline代表的是设置离线状态 就是不可用状态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设置它是正常状态 临时状态 还是立即状态 这些大家都可以选择 那么这个呢 就是设置表空间的一个可用状态的方法 接着呢 往下看 那么如何来创建一个大文件表空间 那么创建大文件的表空间的语法 跟我们创建普通表空间的语法非常类似 那么 怎么来定义大文件表空间呢 这语法怎么写 treat big file大文件表空间 tablespace 然后写上它的名字 big file 它的数据文件是什么 文件的名字 写好 然后它的大小 指定了大小就可以了 那么其实呢 我们创建大文件表空间呢 它最大的可以是128t 所以这个能存放的文件就已经很多了 因此呢 我们可以说大文件表空间是存储大数据文件 同时呢 也是扩展表空间存储的一种最好的方式 接着我们向下来看吧 这个呢 最后还有一个删除表空间 删除表空间呢 用drop这个语句来完成 drop table space 然后写上表空间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删除了 后面两个呢 还有两个可选项 一个是including contents 这个选项呢 代表的是 如果在删除表空间时 要把表空间中的数据文件也删除 那么可以在删除的表空间语句 后面再加上我们这个语句 including contents 另外呢 还可以加上cascade constructs 那么它代表的是 如果在删除表空间当中的完整性 就是把他那些约束也删除掉 可以加上这个语句 这里面我们就不说了 接着呢 我们向下来学习 这是表空间的管理 接着我们看一下临时表空间的管理 那么临时表空间呢 它主要是用来保存 临时的数据信息的 那么临时表空间一般是指 在数据库中存储数据时 当内存不够时 写入的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呢 并不像一般的表空间 当执行完对数据库的 敲击之后 这个表空间的内容 就会被自动的清空了 那么临时表空间呢 经常会在使用一些敲击时来使用 比如说我们连接没有所有那两个表 查询数据时呢 都会用到 那么 实际上我们建立临时表空间呢 也可以在企业管理器和Circulent Plus 使用语句里创建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主要讲一下 如何使用语句来创建表空间 临时表空间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看到的是 我们创建临时表空间的一个语法 这里面呢 是比较简单的 Creator Temporary Tablespace 后面写上表空间的名字 Timefile 临时文件 是什么 然后指定它的大小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创建临时表空间 还有呢 就是如果我想把临时表空间设置为默认的表空间 这是默认表空间应该怎么办呢 看一下这句句是怎么写的 Auter Face Default Temporary Tablespace 后面写上这表空间的名字就行了 这样呢 就可以完成默认表空间的一个设置工作 接着我们向下看 查询临时表空间 那么如果要查看我们Oracle11G当中数据库里面 一共有多少临时表空间 我们可以在数据置点DBA Timefiles这个文件当中呢 查看到 直接使用希腊语卷就可以查看到了 那么如果要查询临时表空间的用户信息 那么大家呢 还可以在数据置点DBA users里面来查看到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临时表空间组 那么临时表空间组呢 它是由多个临时表空间组成的 每一个临时表空间组 至少要有一个临时的表空间存在 并且呢 临时表空间组的名称 也不能和其他的表空间名称重名 那我们看一下创建临时表空间组的一个语法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创建新的临时表空间 来存入我们临时表空间组当中 为我们指定了一个组哈 看一下看一下怎么写 Wait Whether Tom Tim 它的大小指定出来 然后table space 您是表空间 我们就加入到了这个表空间主里面 把主名写上 交到哪个主里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创建了一个 临时表空间 并且呢把这个文件放到 这个临时表空间主里面了 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原来的临时表空间 移到我们新创建的 这个临时表空间主里面 那么这个移动方法怎么移呢 那么它也是一个修改的过程 alter table space 表空间的名字 然后table space 然后去哪一个主 移到哪一个主里面了就可以了 那么它就可以自己来移动了 现在呢往下看 看起来呢我们是查询临时表空间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如何来查询临时表空间主呢 那么 那么查询临时表空间主也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它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数据支点 DBA table space 这个数据支点在这里面来查看到 临时表空间主的信息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使用企业管理器来操作 就是我们目前讲的这些内容呢 都可以记在企业管理器里面 又使用语卷进行操作 我们主要讲的是语卷 然后是如何来删除临时表空间组 那么如果要删除数据库当中多余的临时表空间组 那么并不需要先把临时表空间组中的临时表空间移除 再删除临时表空间 那么只要删除临时表空间组中的所有临时表空间 那么同时呢就会把临时表空间组删除掉 那么删除呢 语卷仍然是用JOP这个语卷来完成的 那么删除临时表空间组 一定要把临时表空间组中存在的临时表空间 也一起删除掉 我们看一下这删除的方法 JOP 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把我们这个临时表空间组给删除掉 这里面呢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在删除这个临时表空间的时候呢 不能够删除默认的临时表空间 接着呢我们往下看 数据文件的管理 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创建和管理表空间 以及临时表空间组 临时表空间 那么在创建和管理时呢都会用到的就是这个数据文件 那我们看看如何来移动它呢 那么在创建表空间时数据文件呢 实际就已经创建好了 因为我们说一个表空间都是由数据文件组成的嘛 那么如果想把当前表空间当中的数据文件移动到其他表空间里面 那么在ORICO11G的企业管理器里面是无法完成的 我们只能通过语句来完成 那具体的步骤呢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那是什么样的 一共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把要存放数据文件所用的表空间 我们把它设置成托机状态 就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语句了 outer cablespace 它的名字 offline 把它设成托机状态 第二步 我们可以手动的把你要移动的文件 移动到其他的表空间里面 在第二步就拷贝粘贴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步呢 我们需要更改数据文件的名称 就是outer tablespace 然后它的名字 rename 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语句吧 let file 旧名字 to 新名字 那么最后一步呢 还需要把我们表空间设置成连击状态 就是把这个 这句话当中的offline 改成online就可以了 这样呢 就完成了我们数据文件的一个移动了 那么最后呢 就是如何来删除这个数据文件 那么在使用数据文件时呢 经常会去除一些没用的数据文件 但是我们删除这个数据文件呢 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 如果数据文件呢 出于这样几种状态下 是不能够删除的 第一个 当我们数据文件中存在数据的时候 这样的文件是不能删除的 第二个 数据文件是表空间中唯一或第一个数据文件也是不能够删除的 第三 数据文件或数据文件所在的表空间是处于止读状态下的 那么它也是不能够删除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企业管理器或者是使用语券进行删除了 那么使用什么语删删除它呢 你可以看一下 仍然是 这里面呢不是JOP 而是outer table space 那么是修改我们这个表空间里面的内容了 对吧 所以要写上outer table space 然后这样JOP 这个关键字来删除我们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删除文件的语法 outer table space 然后是表空间的名字是什么 现在就可以删除了 JOP 这个file 这个文件的名字 这样呢就可以删除我们数据文件了 那么在本章当中呢 我们读者呢就应该去掌握一般表空间 临时表空间 临时表空间组以及大文件表空间呢 在我们企业管理器创建以及使用语创建的操作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章的全部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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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